大家我是阿兰 连续下了好几天雨了 我们这边 现在山里面的竹笋蒙长 今天带了一个蛇笔袋 等一下我们去竹林里面找一找 看一下现在到底长有多少了 走吧 就这边竹林了 一进竹林就发现这里好几棵 而且非常的粗 看来今天可能要收获满满了 这种刚刚好 这里就收获五棵 这里又有一棵 有的还刚刚长起来 前面这里发现了好多棵 一排的在这里 非常的嫩的这种 这个还小暂时不要 下雨过后这个竹笋长得真的很猛 是老天有的 是老大 公子和田 小就算是小工 在家里面湖上 在这种东西我们只是在真正的地方 等到把一些东西 东西 五棵 到处都是 看来今天要拔过瘾了 要用到缸子 放入薄斗 切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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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盐 增加盐 短短几分钟时间 我就拔了这么多了 先放到袋子上面去 放太多 放太多 十几分钟 拔了估计有三四斤还是四五斤这样子吧 这一片差不多拔完了 我们到上面去一点点 拔够两餐就行了 拔多回去吃不完 也是浪费 在里面有 在这里面就要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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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片雏林比较小还是少一点点的 我们现在带过去看一下够不够,够吃的话就不拔了 这么多应该够两汤了 看一下 可能有五六斤吧 或者不止因为连皮比较重 全是极品好货 真正的山货 好,现在装袋子不拔了,够吃了 吃完再过来拔 够了够了,有五六斤了 能炒两汤腊肉就行了 现在出汤了,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你看,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好,谢谢